一宵弟兄在烈日底下练习 展现他们平时的训练成果 新竹市一宵总队 从四月份开始展开密集训练 希望能在十月份举办的 全国一宵竞技大赛中 为新竹市拿下八连霸的夹击 今天的成绩 那么也充分的证明 我们从四月份开始 这样子努力认真 这样子辛苦的训练 可以说得到很好的一个成效 对于我们十月份要参加的 全国竞技比赛 对于我们争取全国总冠军八连霸 我们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大家说得不得 一宵竞技大赛中分为负重就身 消防衣着装 基本神洁和小邦谱涉水 每个步骤都不能够马虎 看着一宵弟兄的专注神情 以及利落的动作 这些都是他们利用空闲时 自主练习的成果 看了大家的这个成果验收 坦白讲 我只有几个字来形容 神乎奇迹 令人惊艳 我们能够在过去 拿下七连霸这样的好成绩 这个好成绩绝非偶然 就是靠我们大家不断的训练 训练再训练 一宵同仁牺牲休息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将许多心力奉献在一宵的岗位上 新竹市长林志坚也亲自到场制赠加菜金 期许一宵同仁在十月的竞赛当中 能够为新竹市夺下亮眼成绩 凯破新竹饭失联 实习记者刘怡营采访报道